再来看另外一个属性啊 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属性呢 就是这个属性 就是这个第十一个属性 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Background Visibility Backface Visibility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盒子背面是否可见 默认的话这个是可见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盒子 它是不是一转 是不是转到背面去了 旋转180度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转到背面去了 是吧 对 转到背面去的时候 还是可以看到它吧 实际上怎么样 它是这个图片方转的 相当于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 这样一个属性的话 它怎么样呢 可以设置它的背面不可见 比如说我设置它的 这个Backface Backface 然后Visibility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什么呢 它是默认有个Visible Visible就是可见的 是吧 那么如果设置为一个什么呢 Hidden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可见了 加一个这个属性 加一个这个属性 就不可见了 然后我来刷新 让大家看一下 是吧 那么这样转过去 是不是不可见了 转过去它背景就透明了 就不可见了 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是一个属性 就是说转到背面的时候 背景不可见 不是这么说 应该说是转到背面去 它整理的就是透明了 就不可见了 是吧 好 这个意思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 再做一个盒子 我们在这里面再做一个盒子 好 再做一个盒子 怎么做的就是 再给一个DIV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再来一个DIV 比如说这个是Back 好 这样一个DIV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DIV的话 它里面写什么呢 就写这个文字的说明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图片的说明 图片的说明文字 当然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这个文字 这个图片有什么说明的话 你就把文字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这样的 图片的说明文字 好 这样一个Back 好 那么这个Back的话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是吧 我先把它放到什么呢 放到右边去 好 那么这个Back 我可以这么写 这个Bogs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点Bogs里面的 这个Back是吧 Back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宽高 和这个图片一样 宽高和图片一样 那么宽是 宽是300 宽300PX 然后的话 高度是 高度是272 272PX 是吧 那么的话 背景色先给它一个 背景色的话 先给它一个什么呢 假如来一个Pink吧 来 这样一个背景色 给它看一下 好 这样一个背景色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图片怎么办 定位一下 假如说来 它来一个Position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Absolute 是吧 好 我先把它定位在右边去 定位在右边去的话 那么整体宽度是700 是吧 我把定位右边去 这个是Position Absolute 然后是Left 给它一个400 把它定位在右边去 Left 400 然后Top 给它一个0 Top0 好 好 这样的一个back的一个什么Div 是吧 这两个什么 它们是同属于这个box的纸集吧 好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的一个盒子啊 这样一个盒子 好 这个盒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把这个盒子呢 那么也把它转一下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图片说明文字 我是不是可以 大概这样包一下吧 或者是这么做 这么做吧 这么做啊 把文字做大一点 可以这么写啊 Found the size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假如说来个 20px吧 把文字textline 给它来个 来个center是吧 锯中吧 水平锯中啊 再来一个锤子锯中吧 272px 是锤子锯中了 好 好 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那么我把它删了啊 比如说是图片的说明文字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是吧 这个说明文字啊 好 那么起始的时候 我怎么样呢 我起始的时候让这个盒子本身就是反的 是吧 我让盒子本身它就是反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起始的时候就让它怎么样呢 让它来一个transform啊 起始的时候我就让它来个transform transform啊 transform 然后一样的和上面一样写啊 和上面一样写 那么就是还是这个透视什么呢 透视的是800是吧 这样子啊 就是我让这个盒子起始的时候 它就是旋转了185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是吧 好 加上这一句之后 这个盒子起始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这是翻转过去的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盒子是不是反的啊 其实我就让它反过去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先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背景透明的先把它 先把它放掉吧 放掉 大家好看一点啊 放掉啊 好 那么的话 放上去之后 它这么转是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放上去之后 它这个左边这个图片转是吧 右边这个图片的话 我想让它转过来 是吧 转过来的话 那么一样的是吧 那么也是这个 BOX里面的back吧 BOX里面的back啊 那么是BOX 也还是BOX hover的时候吧 BOX hover的时候 我让它转过来 是吧 转成什么呢 转成零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Y轴再转成零度 是不是就转回来了 是吧 转成零度啊 这就可以了 转回来了啊 好 这个转回来了啊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我在放上去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转回来了 但是它是一个瞬间跳变的过程吧 是吧 是不是转回来了 那么它也需要加上什么 transition吧 transition啊 那么它来一个transition啊 transition 哦 什么呢 然后也是500毫米啊 是吧 EASE啊 这是缓冲运动 是吧 好 缓冲运动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 它们两个是不是一起转啊 是不是一起转啊 是吧 一起转啊 好像这个方向还不太对 是吧 不太对啊 好 这个这一步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吧 一个在这边转 一个在这边转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干嘛呢 我们来把这个 background的什么呢 呃 background的visability 把它什么呢 加上啊 加上 好 这不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那我们把这两个什么呢 把这两个拿开啊 把它加上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把它什么呢 加上吧 啊 这个把它加上啊 好 这个把它加上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我刷新一下 这个什么呢 旋转的时候什么 旋转到背面的时候 不可见吧 这样的 好 我把这个也加上啊 这个也加上 这个也加上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它是不是 开始就什么呢 不可见的啊 看一下啊 好 是不是开始就不可见的 我们来再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一开始 它是背面吧 一开始 它本身就是背面 所以说它就不可见啊 所以说我们转的时候 每次都有一个可见吧 看见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清楚吧 好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把它们两个合一块 把他们两个什么呢 用定位的方法 把它们合一块 是不是就可以打这种效果啊 好 合一块的话 我都定位到一个地方来啊 假如都定位到中间来啊 Lab的值 我都定位到什么呢 定位到中间啊 定位假如都定位到100的地方 是吧 定位到这个 看一下啊 200 200 左右200 那么中间是300 是吧 好 假如我都定位到200的地方啊 那么这个Imagic的话 也是200 是吧 200PX 好 这个Back的话 也是200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它们两个是不是合在一块呢 是这样的 有没有 是吧 其实都是两个分开的盒子吧 我现在什么呢 把它们定位在一起啊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定位到200啊 是吧 好 这个是不是合一块呢 好 这个方向有问题啊 方向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这个方向稍微有点问题啊 应该是 这个是 这个Back起始的话 给它一个负的180啊 负的180 好 负的180的话 这个方向就反的是吧 反的180反过去的啊 那么呢 负的180变成零度啊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好了 这是一个图片的方便效果就做出来了 是吧 那么实际上这个什么呢 这个粉色的盒子 一开始是叠在这个图片上面了 是吧 但是由于它背景不可见怎么样 就看不到了吗 默认的是看到这个图片吧 那么这个翻过去之后怎么样 这个变成正面了 就可见了 那个图片又翻成背面了 又不可见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看到这个文字啊 这就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图片方便效果啊 图片的方便效果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盒子的什么大小把它调一下就行了 是吧 边框和什么呢 大小调成这个和这个图片一样大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就是方便效果啊 方便效果 好 好 等一下